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Lobo 今天什么风吹来我们音响技术的试音室 因为我知道他们买一套MX-V400做参照 那就过来听听听 在听之前不如我们为发烧友介绍一下 好 这部Dandasopino的MX-V 其实它是位处于Velanus和Progression之间 但它的尺寸为什么会比它们两者小呢 因为它的机壳和Progression的分别 它这款特别厚度和重量和密度各方面 就重型很多的 你不要看它那么小的 所以它的尺寸做小一点 它是想鞋震度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始终你金属的东西 你知面积越大 鞋震度就相对越大 而且最主要它那个 你看到两边它用那个铜片做那个散热 肥老钉都用了很久的时间 找不同的铜来调声 找这个铜去调声是比较理想一点的 因为它是用铜血声的 为什么会用铜血声呢 因为肥老钉如果说几部机来说 这两个热量呢 是最高的 那么你看到Cast Abia 近乎A类这样的热量呢 因为它想要保持到某个温度 它认为是最好的声 所以它用这些物料来调声 是的 还有这个铜的Van Chui 这个散热器呢 其实也很特别的 这个结构 是的 因为它本身呢 你看它呢 它不是说以往那种 譬如Progression 那些是用铜血声呢 它用这个铜 它要拖这种的 拖坑那个鞋震呢 它试过很多一个形式的 它拖 即是圆有大小 它试过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鞋震点 它觉得这个就比较 适合它这些鞋震点 那个结构啊 和用料好像都不同的 其实根本上它这次呢 和以往是完全两部机来的 基本上你看到里面呢 首先譬如你 它的火牛的电流 亦都大了很多 雖然牙刷一样 而且它这次呢 它所有的电路底板 就算它的功率管 完全是用一些新的功率管 就是Venennus 所以它的顺便放电 各方面比以往的速度快很多 以及优势很多 是的 今天你特别来到 我们音响奇数 这个试音室听过的效果 其实你觉得怎样呢 因为以往呢 其间放我都来过很多次了 是 今次给我听的感觉呢 完全不像一部400瓦或者以上的机 一般给人家的声音好像很粗 我听起来基本上呢 我觉得优势得很重要 尤其是刚才听LPA的感觉呢 根本上呢 就是细緻度 结像 密度 各方面呢 和麦克戴 各方面的东西 都是好了很多 是一个大跃进来的 根本上是完全不可以和新架款比较 根本上是两部机 本身的感觉给我觉得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否上你们公司听一听呢 会的 当然啦 因为我们都会有一部 在Solom做Demo 长时间都会继续 都会开声的 是的 什么呢 医生 医生 医生